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先讲龙猛菩萨所造的 中观根本会论 这个中观根本会论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中的来讲是 所见解而定理 所说的论义和 意念恩德而定理 就是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二个问题 决者所说论义分三个方面 宣说缘起之特法和宣说缘起法 证物缘起的功德分三个方面 那么前面我们宣说缘起的特法 以主要特法和其他特法 还断除过失 断除太过法 就是三个方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也叫做是缘起法 就是宣说缘起法 那么后两品 一个是宣说缘起法 一个是宣说缘起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证物缘起的功德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宣说缘起性 缘起性用二十六品 以这一品来宣说 这一品以理广说和以教证总结 跟其他品没有什么差别 首先以理广说分三个方面 就是广说顺性缘起 然后对此取舍之力 就是取舍之力 略说理性缘起 一般我们缘起有 顺缘起和理缘起 就是顺性缘起和理性缘起 有两种 第一个是讲广说顺性缘起 广说顺性缘起也分两个方面 能引因果和能成因果 能引导 就是引业的那个引 引导的能引因果和能成因果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讲能引因果 能引之业和所引之果 能引的业和所引果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讲能引之业 那么总的来讲 这一品的内容 这一品的任用 为什么龙猛菩萨也宣说这一品呢 因为佛经当中 所谓的缘起也是无生的 缘起也是空性的 在很多佛经当中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 都承认是缘起法 缘起有十二支缘起 十二支缘起的本体 也实际上是空性的 主要觉着有些人 执着所谓的缘起 那么执着缘起的时候 那所谓的这种缘起 也是在抉择生意地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性的 这一品当中 主要介绍这个 当然有关缘起 有关十二支缘起的观点上 一般大乘小乘都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他们的顺性方面 或者是他有一些理性方面 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尤其是居士论和现广传论 居士论当中 按照小乘的缘起 是怎么样圆满的 这个问题去年我们也学的 应该算是 大家都应该会懂得 所谓的小乘动 对杀之缘起的 怎么样的成人 怎么样的概论都已经学过了 然后大乘众也是这个缘起 其实马彭仁波切在《知识》 《入门》当中也讲得比较广 还有《显广传论》 《显广传论》当中 专门在课判上他特意地宣讲 难懂的杀缘起 因为在《显广传论》当中 所谓的杀之缘起 还是比较难懂的一门 所以中科巴大师也是专门 有一些分析杀之缘起的论述 一般一些格鲁派 他二十种圣起和杀之缘起 这个算是在学习英明 和学习相关重要论的时候 作为是比较难懂的一题 他们就案例的是 比较难懂的一题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二十种圣起和杀之缘起 这些所有的一些不同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不参数 总的来讲 所谓的缘起 为什么要宣讲这一篇呢 这一篇宣讲的主要目的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对所谓的缘起 他也不知道 一无所知 学过宗派的一些人 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 他们都认为十二支缘起 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存在的 他这样对他常有的执著 或者是实有的执著比较坚固 然后佛陀或者龙猛菩萨为了破斥 排出这样的执著而宣说了这一篇 然后这一篇 根据这个篇观点上面 有观点都不同 比如说清边论师 还有胡佛论师 月称论师 他们的观点都不太相同的 但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麦彭仁波切下面的诸书当中 他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观点都已经讲了 宗喀巴大师和萨迦派的果仁拔 果仁拔全部是按照月称论师的平观念来进行做了解释 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按照月称论师的也可以 或者是清边论师等等 其他论师的观点来 他的平观念加以解释 都没有什么矛盾 然后下面我们讲颂词 刚才从科判上讲了能因之业 一般十二元气当中 他就分能因之 所因果 他所成之果等等 十二元气里面也分了很多 但我们首先讲能因之业 这个问题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众生持所福 何为其善心 以其十心骨 随心如也如去 下面就是说 众生欲持所福 那么后面起了善心 因为起了这样心的缘故 最后随着心而如也如去 我们这个颂词当中应该这样理解 意思是怎么说呢 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 我们三界灵回的众生 在十二元气当中最初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名 无名是这里开端 无名的所谓的开端 去年我们去俱事论的时候也是讲了 真正有一个 像一条孙子那样 这边的短途是这个 然后那边的短途是那个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十二元气在这个轮回当中 五十五种的一种旋转 五十五种的一种旋转 当一个众生 还没有获得解脱之前 一直在轮回当中 我们前面前行里面所比喻的 就像瓶子里面的密封一样 或者是镜中的水车一样 以这样来比喻的话 真实的他的开端很难以寻觅 这样的话 所有的众生 他们都产生了无名欲持 无名欲持已经盖住了 他们本来的信心 这样以后 后来就起了善心 有了无名的话 开始有了心 他这里的善心 指的是三种业 就是三种业 他这里的三种业 我们经常所谓的圣口业 于成论师这样也可以叫 圣口业 这种善业也可以说 或者他所谓的有了无名以后 众生依靠无名而可以造作什么 善业和不善业 还有什么不动业 在善中造善业 那么善业应该清楚 去年我们《徐居士论》第四品里面 这些业的概念都讲得应该很清楚的 所谓的善业 我们现在前行里面所讲的十种善业 所谓的不善业 我们前行里面所讲的十种不善业 还有无为间罪等等 这些业属于不善业当中 然后不动业 一般四三八业 我们经常所谓的善业 色戒和无色戒的这些因 我们所谓的善业 这些称之为三种业 依靠这三种业 众生随着业的吹风 业力的吹风 然后在善业当中漂泊 善业当中漂泊的时候 它必须要突入 它必须要突生到什么呢 突生到路道轮回当中 那么路道轮回的话 刚才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 十种善业的话 它可以转生到天界当善业当中 然后十种不善业 它可以使它转生到善业当中 然后不动业的话 善业里面也是分欲戒和色戒 无色戒 色戒和无色戒 主要是以不动业转生到那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样禅定的力量 并不是很容易 不像我们其他的有路业一样 不是很容易动摇的 这样一来 我们这里十二缘起的 这个最开朔的 所谓的无名和心 心它这里跟业 结合起来而显瘦的 这样在这个颂词当中 众生以无名所改 然后出现三种业 三种业跟他的业心 随着业心趋入路道当中 趋入路道的话 当然小乘有些认为是 所谓的 像独自不阿子 他们都认为是无趣 然后大乘一般很多经典里面 称认为是六趣 六趣的话 我们前面所讲的 路道轮回的六趣 应该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十二缘起当中 这个作为整个十二缘起当中 前面的因业 依靠它能印上后面的果 所以说最开端的时候 我们的无名和业 无名和心 最根本的因 一般有些十二缘起当中的 案例方法里面 把这些作为前面的 前世的 然后中间的意识 最后这个意识 我们去年学的居士论当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 大乘论战当中 在三世当中圆满 所谓的十二缘起 在三世当中圆满的一些规律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刚才所谓的索引之果 索引之果的话 应该可以分几种科判 但是我这个还没有考虑好 先把这个字面上 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看看明后天 再继续分析 那么他的颂词是什么讲的呢 谁诸心因缘 十数六道神 依靠诸事故 而成于名舍 他这个颂词当中 我们十二缘起当中的 十和名舍 刚才我们无名 心 然后这个舍 名舍 它也这样次第来的 这个音舍的讲解里面 首先是无名怨心 然后心怨事 事怨名舍 他这样离科判的 每一句这样离科判 但这样的话也可以吧 意思就是说 无名的因缘产生可以心 然后心的因缘当中产生事 事的因缘当中产生什么 产生名舍 可能以这样前前退后后 以这种方式来安立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也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个颂词字面上的解释 是这样的 随着一切前面 我们所讲的这种业 或者是心的因缘 随着心的因缘 产生我们众生的这种事 他这里的这个事 并不是说是最初的我们的意识 现在在轮回当中 流转的过程当中的这个事 随着前面的无名和 随着前面的业 我们在录道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是人 以我的无名和以我的心 我转生到天界 我转生到天界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事 随着无名转生到天界的中阴 转生到天界 过了中阴以后 就转生到天界的身体 我到中阴的时候 我的名词 也就是说所谓的私运 所谓的私运和身体 他这里所谓的名词 里面的词 我们去年居士论的时候 大家都当时比较 应该说是明白了 不知道现在忘了没有 所谓的他的词 我们在珠台的六位 珠台的七位 或者五位 这个叫做是词 所以当时他的树 脚 这些没有形成之前 称之为是叫词 名词 那么他这里的名呢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所谓的名呢 因为除了无有阻碍 他无有直接的这种形成 也没有什么可显量所见到的 但是这样的东西 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行云 相云 世云 这些完全是存在的 像中阴神的话 中阴神他的四云聚合的众生 我们经常中阴神 称之为四云聚合者 他这个色云没有的 除了色云以外的其他的四种云 除了色云以外的 其他的四种云就称之为名 所以我们中阴神 经常没有色云 但是他有色云 也有相云 也有幸云 他这样的成人叫做是名 然后这个色 刚才我所讲的那样 我们真正的身体 还没有形成之前 叫做是名色的色 那么这里颂词上自己的意思 随着我们前面的心智 十二指里面的智 依靠他的因缘 所谓的书 所谓的义识就出现 有了这个义识 他在六道当中 他是在六道当中开始趋入 然后六道当中趋入的时候 依靠这样的事 他的名色形成 比如说我现在 我的无名没有断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以我的心思 是依靠我前世的业 现在转生到中阴当中 然后转生到中阴当中的时候 我现在这一辈子 这一生死的时候 然后下一辈子 或者是中阴 或者是下一辈子 开始徒生 开始徒生 这两个 按照先居论的观点 就像是刀杆的高地一样 或者是我们平成的高地一样 然后我这边死的时候 他那边的身体进行形成 有些可能在木台当中 我刚刚进入木台的时候 就开始昏厥 昏厥的时候 当我昏厥的时候 逐渐逐渐他的色影 他的名色已经前往 天界的名色已经形成了 这个应该说 按照先居论的观点是同时的 我们在中阴当中是怎么样解释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昏厥论 只不过是以太僧为主而讲的 那么这个教证 我们麦法仁波切的《终论诗》里面 后面都已经引用了 我已经翻译的里面已经引用了 意思就是说 他前面也这样讲了 就像是色法和影像一般的 然后我们众生 刚刚这一辈子的云灭尽的时候 下面的色云开始出现 这个就像是道干的高地一样 然后这边的色 也就是说这边的星云灭尽的时候 那边的色 或者那边的名色开始形成 那么这个 这是从太僧的角度而讲的 然后乱僧 世僧 其他世僧的这样的安理方式 《戒僧明义经》里面 《戒僧明义经》当中也有宣讲的 《戒僧明义经》里面 这个应用在音顺的相继当中 也已经引用了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安理的 还有《阿难如太经》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没有入太的话 所谓的后面的零螺灯不可形成的 这个教证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谓的是 如果没有入太 我们入太的时候 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如果是没有入太的话 那么他身体里面的零螺等 其他不能形成的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众生 每一个众生的话 他的身体不一定是 随着路道众生而去 到了每一个去的时候 他最后离开去的时候 他的身云应该是抛弃的 但是其他的身云 随着浅浅的影后面跟着的 尤其是我们的身云 所谓的意识 所谓的意识 不相跟我们的身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是现在有生论和无生论 就是经常辩论的焦点 而且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 我们很多人所谓的意识跟身体 完全是不相同的 当然世间上的很多学者 关于意识和精神方面 分析的学说也是相当多的 但实际上 真正的比较非常可靠的 非常可靠的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 无始以来到现在应该是存在的 无始以来到现在 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当然各宗派 都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呢 按照我们英明的观点 就是我们心的本性 它是明清的 然后它的明清的来源 也就是来源应该同类的物质 不可能是不同类的物质当中产生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尤其是虚理学和无理学 很多没有智慧的人 当然对这件事情也置之不利 无所谓的 你这个精神也可以 这个物质也可以 但是有智慧的人 对这方面还是一直觉得 有些出于遇到一些难题 或者他在心的相续当中 也可能产生一些怀疑 但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在英明当中 也是应该退的 任何物质应该用 它自己的因来同类的因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讲英明的时候 十念论和 两理宝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心是明清的本性 然后外面的无情法 它是非明清的东西 然后非明清的东西当中 不可能产生明清的东西 然后这个心是明清的话 心当中不可能产生无情法 非明清的这种无情法 不可能产生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从明言当中 为什么众生有这个心 而且这个心并不是 现在维吾伦所说的 依靠暂时的四大聚合 四大聚合突然好像在虚空当中 产生空气一样就开始出现 不是这样的 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谓的这个诗 它的浅浅的因是明清的这种因 然后有一本书 叫做马修尼科德 他跟一位成教授 他们两个对话的 有一个叫做《僧女与科学家的 探讨宇宙人生的奥秘的对话》 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个里面 也是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 应该是按照我们佛教的真正道理 讲得非常清楚的 因为以前可能你们也是看过 以前有一个叫做《僧女与哲学家》 《僧女与哲学家》 实际上是马先生 现在已经出家了 他也是国外的一个 以前是一个法国的 好像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后来他到丁国秦慈仁波切那里出家 出家以后 在尼泊尔待了十二年吧 后来他在印度 尼泊尔 不断 西洁很多地方求学 求学以后 他最后出家 最后原来确实对生物学 很有造诣的一个人 然后他跟他的父亲 作一个对话 主要是佛教与哲学方面的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 目前这本书还是很有声望的 有些介绍里面说 已经翻译了十八个国家的意义 而且里面主要是以哲学的观点 和以佛教的观点 他自己站在出家人的身份 然后他的父亲站在在家的 哲学家的角度来进行对话 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叫做陈教授 陈教授也是以前一个 美国非常有名的天体物理学家 然后现在也是好像 吉利亚大学吧 吉利亚大学人教 他们两个之间也对话的就是 佛教与科学 中间有一段 专门讲前世今世 然后前世今世当中 当时马先生不能说吧 现在叫做什么 尼科德仁波切 他引用了观世音菩萨 化身的一段话 他一段话最主要是 因为观世音菩萨 他经常也是对因明和对现在世间的一些 无理学 生命学 这方面是非常精通的 然后他当时也是 我们佛教当中引用的什么 最有可靠的 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因有两种因 一个是直接因 一个是间接因 心本体的光明 也就是说心的因 它的直接的因就是心 这就是我们 昨前天有些道友 我也是问 心的因是什么呢 最初的因应该说是心的因 应该一直这样不断的话 在我们无时的轮回当中 心的因就是五十五种的因 应该可以这样讲 无明的话 它可以说是忽然产生的 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是明朗大师在他的大皇王宗书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心 相当于是钢铁一样的 然后无明的话 我们这个钢铁 放在绿草里面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生锈 那么这个无明中间都是 依靠一些其他的因缘出现生锈 那么它为什么说 后燃的原因呢 就是钢铁的本体是不是锈呢 肯定不是的 这个我们应该清楚的 那么所谓的心的这种 如果我们说得高一点 当然这个本体如何光明 但我们显宗的说法 不说什么这些 按照十念论的观点 心的这种本体应该是明清的 这种明清的一直是 不断地从原始到现在 众生的时候应该是有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祸 任何一个祸 只不过是他的祸性聚合 就是依靠一些木材 依靠一些其他的因缘具足的 实际上祸的分子一直是圆圆 它的直接因一直是无始以来存在的 这一定是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承认的 它的元素物质应该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 现在光是一个间接的因缘具足的话 它的正因不可能引发的 只不过是有些现在学者没有懂得任何一个法 它有一个直接的因和间接的因 那么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清口的话 清口它直接的因就是这个清口 应该这样讲 清口的种子 那个种子当中有它直接能产生的量力 然后滴水火风 其他的虚空 这些作为它的间接因 我们所谓叫做清影和俱生缘吧 俱生缘 与两种俱世论当中 所讲的这两种 所以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也是 在路道轮回当中 所谓的身体跟心完全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如果说广一点 物质对今生学说方面的对比的话 这个方面我想应该 想想细细观察的话 所以现在我刚才所说的 陈教授他们 也像是非常有名的 一些天地物理学家 当时他还没有信佛教的时候 也是对佛教的一些前世精神 对一些生命学 带有一些排斥的观点 也持有一些排斥的观点 但后来遇到了这些上师以后 他们通过因明和佛教的各种论领来 进行论证的时候 最后也口服信佛 因为这样的佛教的论理 只不过我们担心 很多人退不来 他的退道方式 很多人以前是不习惯 或者用不来 在用的过程当中 没有进行辩论的话 可能自己在怀疑的网当中 一直不能摆脱出来 有这种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 但是真正在佛教的教理当中 所谓的生命观 应该说是最可靠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我们学十二元起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必要知道 所谓的众生生生命的 源头是什么样呢 不然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也是这一辈子转生到什么 另一辈子转生到什么 那么多的会不会可能啊 有些可能 尤其是以前维吾伦的一些习气比较重的话 会不会这样的啊 你看又转生到 又转生到 又转生到 那这么多啊 为什么这样呢 只不过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 不知道我们的前世到底是何处 如果真正知道的话 我们前世所造的业 前世的这些精灵是 比害多的 不可计数的 所以这些问题应该我们 对佛教的圣奥问题上面 进行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宗子上面讲得多 观十二缘起品 进步观念和平观念 进步观念以缘起无声 古为缘起等宣说了 无有十二缘起的道理 观言平观念的诸实 有以下激烈观念 按照五为论 以及呼呼论 两道论主的解释 本品的平观念为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 既然你已经将 进入大乘之一的法门 宣说完毕 现在应该阐述 趋入小乘论典的殊胜法门 他凭观念的话 因为一千二十五平以上 全部宣讲大乘的一些 殊胜法门 先你们应该讲一些 小乘的法门吧 这样的时候龙母菩萨就讲了 按照小乘观点的 三缘起是如何不存在的道理 宣说的 如果是呼呼论师他们的话 这个平观念是这样解的 本品的内容 极为针对以上说法的回答 这是呼呼论师的观点 按照清辩论师的观点 般若丁当中也是这样解释的 本品的平观念 如果对方提出 既然你们已经前面讲过 任何人都没有宣说过一句 包括佛陀在内 没有宣说过 那这里又宣说了 缘起之理 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 难道你们对理论不会有害吗 对你们的理论有害吗 他这样说的时候 本品的内容是为了说明 我们并没有夫人现象 而是为了夫人诸法 本体存在的道理 就是这个观点 以平观念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 按照余生论师的解释 本品的平观念 因为不知道讲这个前面的平观念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是有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就开始平观念 不同观念 很多诸事都翻开 这个也许是莫菩仁波切写的 也许可能后面的弟子写 认为我们现在十二元起 马上都已经解出来 应该多翻一翻讲义啊 看看那个 是不是莫菩仁波切 我一定怀疑 莫菩仁波切如果写的话 每一品其实我看了 每一品比如说 《清遍论师》《悦臣论师》 《悦臣论师》 他们的很多品观念方面 都是也有一些不同的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了广说了 前面都是并没有翻那么多的讲义 按照《悦臣论师》 平观念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 所谓的缘起的含义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前面不是讲的缘起吗 缘起空性 那么缘起到底是什么样呢 缘起指的是 从广义和下义两方面可以讲 然后从广义上面讲的话 包括十二缘起的道理 进行抉择为空性 应该这样的意思 本品的内容就是为了介绍缘起的含义 这是《悦臣论师》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讲本品的观念 解释为是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 依照你们的说法 如果所谓的缘起和轮回 都不成立的话 那么他的损性缘起和理性缘起 都成了违背的法吧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 既然能留无耳 那么轮回于涅槃的两种现象 又如何作解释呢 既然留起无耳 那么世俗名言又怎么会幻灭呢 从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本品的内容就是为了宣说 无耳显现的缘起 或者是为了禅明 乃因真如发心而现见四地的观点 为了宣说这一点 现无自行 或者是为了现见四地的道理吧 就宣说这一评 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此品分三个方面 宣说缘起之力和心与非心之差别 禅时破十二指的次第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尚未证悟真实义的众生 因内心被无名与此说服 为何时而造福业 非福业 以及不动业三种幸运 因为是以神门而行的缘故 从而使主也成为转身卢道 或者是误取众生之因 下面是第二个颂词的教义是这样的 诸心的果法 也即是作为轮回众子的实施 是因随顺诸心而殊胜成为天人 等众生之施 在诸实形成之后 依靠诸实又形成了 手相 心 施 施命云 以及铃鲁木炮等施云 就是他那个施 施命施 施命施是这样的 然后《限聚论》当中 这个《限聚论》的大概意思 刚才我也讲了 此等诸法皆如施法于影响之力 若最终死亡之灼云毁灭 则与敌一刹那 即如同承感之高地般 形成所生之灼云 前面死的时候 承感的高地一样 承感一边高的时候 一边低 也就是说 这边死亡的灼云灭经的时候 那边的行云开始逐渐生成 不管是你转生到天界 还是人间 讲到这里 我能教认我整身的隐约 转生情 我能教认你 就可以想到余所在的酒 你能教认我 力量的干部 管它有何着识 我能教认我 你能教认我 你能教认我 你区别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